这个男人死了儿子,还没等试题火化,他就拟好了索赔清单,就连保险员都感觉不妥,甚至怀疑他的儿子并非自杀。 三天前,保险员郑民接到了一通咨询电话,对方上来就问,自杀能否获得理赔? 郑民愣了一下,这人是疯了吗?随后他冷静下来,小心翼翼地问,你是想要自杀吗? 见对方沉默,郑民继续安抚道,虽然这样也会得到一笔钱,但是会给家人留下不可治愈的伤痛。 对方听完,询问了他的部门和姓名后,便挂断了电话,结果第二天,经理就找到郑民,说有个投保人,点名叫他去谈。 根据地址,郑民来到一处破旧老宅,进入房间后,他见到了想要投保的客户钟哥,没等开口沟通业务,对方就表示自己的儿子很自闭,而郑民作为保险员一定很会说话,想让他去儿子房间帮忙劝导。 郑民感觉奇怪,但又不好推辞,于是打开了房间,然而里面的景象却吓了他一身冷汗,只见钟哥的儿子掉在半空,已经没了气息。 接着,钟哥好像才发现一样,抱着尸体嚎啕大哭,不久警察赶了过来,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是自杀,但郑民却感觉事情不对劲。 他找到经理,了解了钟哥家的投保情况,发现了奇怪的地方,钟哥家并不富裕,但却一直叫着巨额保险。 经理看出了郑民的怀疑,问道,他应该不会为了20万保险金而杀死儿子吧,郑民沉默不语,转天,他来到警局询问情况,却得知尸体已被家属临走,准备火化,这也未免太快了吧。 他立即赶到现场,只看见了孤零零的钟嫂,他上前安慰,发现对方的手腕有勒痕,不久钟哥出现,钟嫂显得很不自在,一拳一拳地离开了,而钟哥过来的目的却是要给他保险申请单,索要赔偿。 哪有尸体还没火化,就提前要索赔的,郑民取出钟哥的资料开始调查,他认为这是谋杀,郑民找到了钟哥的小学同学裴九女,他表示,钟哥打小就很奇怪,经常虑杀小动物,没有跟他好的同学,甚至曾经班上有个女生溺亡,大家都怀疑是钟哥干的。 郑民听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,这几天,钟哥每天都来保险公司要钱,因为没有更好的理由推辞,郑民告诉他,警方那边还没有认定是自杀,因此需要确认后才能走理赔流程,钟哥听后脸色大变,凶狠的眼神让郑民不寒而栗。 这个男人为了三万块保险金,当众咬掉了大拇指,为了十万块理赔款,双手伸向了炸刀鸡,而最近他的儿子又不幸自杀,尸体还没火化,他就拟好了索赔申请,二十万一分不差。 但这次,经受案件的保险员没有立刻赔付,因为他猜测这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。 下班回家后,郑民发现了三十多条电话留言,打开一听,竟都没有人说话,调大音量再次听去,结果听到了火车的声音,他响起钟哥家附近的火车道,才明白过来这是对自己的警告。 郑民在医院工作的女友知道此事后非常担心,找来了精神科的同事帮忙,对方很明确地告诉郑民,这种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精神变态者,极度危险,甚至可能会杀了他。 隔天,钟哥又上门要签,两人就理赔发生了争执,郑民认为对方是拿他做自杀证人,而钟哥直接提起了郑民女友来威胁他。 就在这时,经理赶了过来,拉开两人后表示,同意支付钟哥的保险金。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儿,郑民完全可以不管此事,明哲保身,但晚上喝酒时,经理的一句话却让他再次入局。 经理告诉郑民,钟嫂也投保了,他如果再死了,保险金就可以达到三亿。 而这次理赔成功后,估计钟嫂的死可能就是时间问题。 这句无心之谈刺激了郑民,善良的他不愿看到钟嫂被杀,于是第二天直接登门拜访。 郑民建议钟嫂离开钟哥或者取消保单,不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 结果钟嫂却说,如果真心想帮他,就替自己杀了钟哥。 郑民听后,几倍发凉,不再继续劝导,立刻走人。 但此时的他,已经无法全身而退。 先是女友的狗被斩首,堆放在门口旁边。 接着精神科医生也被谋杀,遗落在偏僻街头。 良起命案,让郑民坠坠不安。 回家后,他开始翻阅医生留下的关于精神变态者的论文, 上面讲述这些患者丧失人性,甚至会进行自残。 看着案例中的手腕勒痕,郑民顿时想到了钟嫂。 再结合他说的那些话,难道他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? 郑民急忙来到公司的资料室,找到钟嫂的资料, 发现钟哥并不是钟嫂的原配,而是他的第三任丈夫。 前两任丈夫已经死了,并且生前都有肢体截断的现象。 与此同时,在那座残破的黑房子内, 钟哥正被钟嫂逼迫着,将手臂伸向了锋利的闸刀。 从没见过这么狠毒的女人,他逼着丈夫自残双手, 竟是为了区区200万的保险金。 而这已经是他弄费的第三个男人。 当郑民发现问题,找到经理时,女人已经找上门来。 他是来索要钟哥200万残障保险的, 他的两只手都断掉了,和他儿子的死一样,都是女人所为。 临走前,钟嫂对郑民轻声说道, 郑民瞬间想到那天的咨询电话, 原来一切的幕后主使都是钟嫂, 他曾经是钟哥的同学,钟哥虐杀动物, 以及将同学推入水塘,都是钟嫂的知识。 包括自己的那些丈夫们,身上的断肢也是他做的。 明知是谋杀骗保,又没有证据的证明和经理, 只能找来了专门处理这些事情的背头哥。 背头哥来到病房一顿威胁后, 要女人尽快签字,终止合同。 可女人却保持沉默,一声不吭。 当晚,背头哥来到女人的黑房子, 寻找他杀人骗保的证据,结果却中了埋伏。 女人将他拖拽到铁轨上,迎接即将驶来的火车。 隔天,郑民下班回到家, 发现夹在门上的纸掉在了地上。 他知道有人闯进了他家, 于是他没有进去,悄悄跑到远处观察。 结果和他想的一样,是女人潜入了房间想要杀他。 看到钟嫂离开,郑民才敢回家。 家里已被女人砸得一片狼藉, 而更让他担心的是,女友家的钥匙少了一把。 他知道女友很可能会遭遇不测, 报警后就立即赶到女人家。 一进门,就发现了一道脱脆的血迹。 顺着血迹,郑民来到地下室, 在这里他发现各种刑具,以及残枝断壁。 他找到了被绑起来的女友, 而这时女人也杀了进来, 郑民躲在暗处,趁其不被寄进缓击, 但在逃走时却发现大门被锁。 眼看女人追了上来, 危机时刻,郑民用手中的钥匙刺下了女人的眼睛。 接着,他拖着女友躲进了一处封闭空间。 这时,外面的警笛响了起来, 警察感到两人获救。 而女人一把大火点了屋子, 自己也没有再走出来。 天亮后,警方在灰机里发现了四具尸体, 探定女人已经放火自尽。 如释重复的郑民也来到医院看望女友, 房里的尸体不是她,证明艰难地逃出病房, 捂着肚子向楼上跑去。 女人顺着血迹,一路追到天台。 两人在雨中疏死活动, 最终在天台边缘,证明将女人推下了楼。 电影《黑色之家》是由海影帝黄志明主演的精悚片, 虽然剧情逻辑存在bug, 但还好演员演技全程在线。 对于喜欢精悚片的小伙伴, 还是值得推荐的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我是皮皮猫,关注我,我们下期再见。